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谢谢你今天把我们带到你的殿中 一起来敬拜你 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 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 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 开我们的眼睛 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可以更多地来明白你的心意 求你让讲的和听的都得益处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要用三道问题来开始今天的讲道 那么这三道问题呢是 我在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 我心里面一直在想的问题 我也在准备讲章的时候 就一直在寻找答案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很简单 应该非常的简单 那么就是我想要做哪一种人 每一道问题是有两个答案了 每一道问题有两个答案 所以我想做哪一种人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对吗 所以是A还是B 我选A的请举手 哇 好像不是很多人举手 难道有人选B吗 教母团要担心了 OK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上帝要我做哪种人 所以这个很容易对吗 很容易 好 那我们看第二道问题 所以第一道问题是送分题 第一道问题是送分题 那么OK Wait a minute Oh sorry OK 第二道问题 第二道问题是 我想做哪一种人 是想做穷人还是想做富人 来 来 大家给一个答案 来想 选A的请举手 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的 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的 选A的请举手 哇 很少耶 OK 选B的呢 选B的 那还有没有举手的人是 你想做什么样的人 来 大声一点 来 戴上 不穷不富的 哎呀 我就 我就是没有提供那么多答案 然后你们就还偏偏 就是不要选我给这两个答案 OK 聪明 聪明 好好好 他说要选在中间的 在中间的 那就是需要一个C了 OK 那第二 帮B哦 那上帝要我做哪一种人呢 上帝要我们做A还是做B 来 上帝要我们做A的请举手 哇 没有人 哎 有 有 OK 看到 有没有人 上帝让我们做B呢 哎 这次举手的人更加少 为什么 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就是上帝是让我们做饮品吞是吗 是不是这样子 OK 好 没问题啊 没问题我们继续啊 第三道 第三道问题 富人和穷人 还有义人和恶人 有没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什么关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A 富人大部分都不是好人 富人大部分都不是好人 那么穷人呢 是比较多 应该是好人 义人 那么B呢 就是反过来 B就是反过来 就是富人是义人 好人 穷人是不太好的人 OK 因为刚才很多人说 他也不想做穷人 也不想做富人 所以我在猜 可能我心应该搞一个C 那个C应该就是 富人是不好的人 穷人也是不好的人 所以你们想做in between的 是吗 是这意思吗 OK 这个第三个问题 这个第三个问题 我们看起来可能很容易 看起来可能很容易回答 但是其实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因为普遍上有两种 完全相反的观念 这个可能我们自己 没有好好想过这件事情 但是 往往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是有一个倾向的 我们是有一个倾向的 或者说 在遇到某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倾向 那个preference就会出来 怎么讲呢 怎么讲呢 你看啊 有的时候 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 我们会觉得 富人好像不太好 就是很有钱的人 不太好 那么穷人 比较穷困的人 或者说 比较 不是很富足的人 他 勤劳啦 勇敢啦 对不对 那么 我们都听过一些民间的故事 在上面的图片 我们就看到 最左边的那一个穷人和富人 是一个很经典的 在格林童话里面 的一个很经典的故事 他就是讲说 有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 那么上帝呢 就 上帝就来拜访他们 那么最后呢 是那个穷人招待了上帝 而富人拒绝了帮助上帝 OK 所以很明显这个故事 就是代表了一种传统的观念 就是说 为富不仁 就是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词嘛 是大家很熟悉的 那还有一些文学作品 现代的 比如说右边这一张图片 我们很熟悉的那个电影 有没有 讲那个 很富有的新加坡的家庭 这个家庭也是 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问题了 有一些的 自己的骄傲 自己的自大 这样子 那么 在这样的观念里面呢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的信仰其实会 通常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是有自己的 preference的 如果再加上信仰的考虑呢 其实就会让这个问题 更加复杂 我们 有的时候 我们是下意识的 我们会觉得钱财是不好的 它会让我们远离上帝 我们引申来的就是说 基督徒不应该努力的赚钱 因为 富人可能都不是很容易 作为一个属灵的人 这个也有很多圣经的支持 我就列出来两段最经典最经典的经文 马太福音这边就是主耶稣说 财主进神的国是很难的 他比骆驼穿过真的眼都难 那么路加福音呢 就是讲一个无知的财主 大家有印象 那个无知的财主 他有很多的粮食 没有地方放 他很发愁 他说 天哪 我这么多东西 我要再造仓库吗 然后结果 上帝就说 我今天晚上可能就会取你的性命 这个无知的财主的故事 这是第一种 所以请大家想一想 请大家想一想 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的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 请大家想一想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相反的 就是富人是比较好的 那么穷人通常是因为他 可能做了不好的事情 以至于他受穷 那么也有圣经的支持的 也有圣经的支持的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概念 说遵行上帝的旨意 会得到上帝的祝福 那么钱财是其中的一方面 那么圣经的例子也有很多了 比如说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他们都是有钱的大财主 所以上帝也应许他的百姓 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约 你们就会蒙福 那么比较经典的例子 就是在生命纪 生命纪里面有很多上帝的应许 所以 问了这些问题 总要给答案嘛 对不对 我不能抛了几个问题出来 然后就 就没有了 答案在哪里 我们今天就来看真言第28章 圣经中有很多的地方 真的讲到钱财 讲到富人和穷人 那么今天的经文呢 是其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段经文 我现在就会来读给大家听 我现在就会来读给大家听 请大家留心听 因为读了之后 读了之后 我们要在听的过程当中 请大家留意 哪一些词一直在出现 哪一些字一直在出现的 所以你如果是习惯 一边听一边看这个屏幕 你就好好地听 如果你的听觉非常灵敏 你可以闭上眼睛听 如果你习惯了翻开纸板的圣经 请你拿紧座位 前面的圣经打开真言第28章 好 第一节 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 一人却胆壮像狮子 邦国因有罪过 君王就多更换 因有聪明知识的人 国必长存 穷人欺压贫民 好像暴雨冲没粮食 委弃律法地夸奖恶人 遵守律法地 却与恶人相争 坏人不明白公义 唯有寻求耶和华的 无不明白 行为纯正的穷乏人 胜过刑事乖僻的富族人 遵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 与贪食人作伴的 却羞辱其父 人以厚利加增财物 是给怜悯穷人者积蓄的 转而不听律法的 他的祈祷也为可赠 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 必掉在自己的坑里 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 富族人自以为有聪明 但聪明的贫穷人 能将他查透 义人得志有大荣耀 恶人兴起 人就躲藏 遮掩自己罪过的 必不横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 必蒙连续 长存敬畏的便为有福 心存刚硬的 必陷在祸患里 暴虐的君王 挟制贫民 好像吼叫的狮子 觅食的熊 无知的君 多行暴虐 以贪财为可恨的 必年长日久 背负流人血之罪的 必往坑里奔跑 谁也不可拦阻他 行动正直的 必蒙拯救 形势弯曲的 立时跌倒 耕种自己田地的 必得宝石 追随虚福的 足受穷罚 诚实人 必多得福 想要急速发财的 不免受罚 看人的情面 乃为不好 人因一块饼 王法 也为不好 二十二节 人有恶言 想要急速发财 却不知穷罚 必临到他身 责备人的 后来蒙人喜悦 多于那用舌头 惨媚人的 偷窃父母的说 这不是罪 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 心中贪婪的 挑起争端 倚靠耶和华的 必得风欲 心中自视的 便是愚昧人 凭智慧行事的 必蒙拯救 周记贫穷的 不至缺乏 扬唯不见的 必多受 咒诅 恶人兴起 人就躲藏 恶人败亡 一人增多 这个二十八节 其实在前面 就已经出现过 好 现在我读完了 请问大家 弟兄姐妹们 我们听到什么 我们有听到什么吗 有哪一些词一直在出现的 有没有 大家都很谦虚 谁都不要说 有没有 有没有听到一些 一直在重复 一直在出现的词 还是我读得太快 OK 如果你翻开纸版的圣经 请你留在 真言书二十八章 我们今天只会看 这一章的经文 我们今天只会看 这一章的经文 而在我预备的时候 我是发现 它一直在出现的 这就是我今天 讲到的题目 就是恶人和义人 还有贫穷和富足人 是出现频率最高的 这些词 出现频率最高的 这些词 那么我们就要看 这一章到底告诉我们什么 这一章到底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先来看经文 我们先来看经文 就是我刚才问大家的问题 那么关于义人和恶人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这个非常清楚 善与恶对与错 其实是真言的主要内容 我们教会的讲台 从五月就已经开始讲到现在 所以我们听了很多次的讲到 我相信一些小组也在讨论小组的材料 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在第二十八章呢 他又一次的 他又一次的写了很多恶人和义人的对比 恶人和义人的对比 那么我就把它总结出来 那么在屏幕上面 那个括号里面的数字 就是他出现的经节 就是凡是出现恶人 恶人怎样怎样 他的行为表现 还有他的结果 我就把它列在这边 我就把它列在这边 我不会一个一个的过 我不会一个一个的过 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去看 那么他的经文就在后面 所以恶人的一些行为表现 其实我们在前面的讲道 也已经大概听过了 就是他是会离弃上帝的律法 他也会去夸奖恶人 而且第三个 我是请大家注意的是 他会自以为是 会遮掩过错 他不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 那么他也会做坏事情 而且不止自己做坏事 还要诱惑别人做坏事 而且这边还有贪婪 那么我不会进入到很细节的地方 那么我们看这边的结果 结果的话呢 他就都是不好的 都是会失败了 会有祸患啊 然后会跌倒 会被人看不起 那么还有没有呢 对 还有 所以在二十八章一共有 大概十种 大概十种 那么有贪财啦 急于发财 我们会看到说 哇 第六个 关于第六个的 他的出现的经文特别多 他出现的经文特别多 那么他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会穷乏 会受穷 而且呢会起冲突 会引起冲突 那么第七个就是 讲一些好听的话 为了让博得别人的开心 为了让别人喜欢你 那么长期以来呢 他就不会被人喜悦 然后第八个呢 是讲会欺压别人 而还有呢 更加严重的第九个是害人的性命 然后第十个看啊 第十个是不照顾穷人 不照顾穷人 所以这些都是不好的 这些都是不好的 那么什么是好的呢 什么是好的呢 好的也是有十个 他会是 因为他心中无愧 所以他是很勇敢的 而且他遵守上帝的律法 那么他是完全的人 是诚实的 他敬畏上帝 他依靠耶和华 所以结果是什么呢 很简单 他会承受福分 你看这边右边的结果 全部都是好的 而且是有福气会得风欲 那么第六个 请大家注意 他会承认离弃罪过 他和前面那个恶人 是刚刚相反 他是会承认自己的过错的 他是做事情 他是正直的 他是有智慧的 他会怜悯和周继穷人 他会怜悯和周继穷人 那么有关的就是 他恨恶贪财 他会自食其利 而且呢 他是以爱心来责备别人 以爱心来责备别人 那么结果就是 他不会缺乏 他会得到上帝的怜悯 他会得到拯救 他会风衣足食 他会被人喜悦 所以 对于义人和恶人 我就很快快地过 我们很清楚地 从二十八章看到 什么样的人是恶人 什么样的人是义人 而且他们的 各自的结果是怎样 那么我们来看 富人和穷人 我们来看富人和穷人 这个 我现在列出来的 就全部都是二十八章的经文 我没有去 其他的章节去拿经文 那么二十八章的经文里面呢 这个蓝色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经文是 二十八章里面所有出现穷人 贫穷 有关的这些经文 那么 我把它总结一下 第一队呢 是什么 第一队讲 穷人会欺压别人 然后十五节说 穷人会受欺压 下来的这一队 六节和十一节 他是讲说 有的穷人是行为是纯正的 有的人是聪明的 那么接下来再看呢 我们会看到蓝色 蓝色的字还是指穷人 我们看到说 这两节讲的是 穷乏的原因 这两节讲的是 为什么会受穷 因为贪钱财 因为贪恋钱财 因为想快一些的去发财 用不正当的方式了 那么 而二十七节和第八节呢 却讲的是 和穷人有关系 但是不是讲穷人做什么事情 而是说穷人会得到别人的周记 得到别人的怜悯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看到 清楚吗 不是很清楚 和前面的义人和恶人 其实不太一样 这边讲到穷人的时候 讲到穷乏人 他其实没有告诉我们说 到底什么样的人算是穷乏人 他并没有说 对吗 他只是说 穷乏人可能会做这个 可能会做那个 穷乏人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或者是因为那个原因 那么 关于富有的人 二十八章怎么说呢 好 红色的字 他说 富有的人 会自以为是 有 有的富有的人 是自以为是 有的呢 行事乖僻 就是做不对的事情了 那么还有呢 有的富有的人 他会靠拿 得到很高的利息 来 聚敛钱财 这是关于富有的人 那么他还说什么呢 二十八章还说 这三节 这三节 他说 因为有的人自食其力 因为他是诚实的 因为他依靠上帝 所以呢 他会得到财物 他会得到丰富的 他会得到丰富的 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到什么 他有没有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人 是富有的人 他有没有告诉我们 富人的标准是什么 其实没有 按我们现在的来说 就是 annual income是多少 有没有讲 没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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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从这边会看到 其实 真言二十八章 他虽然 富人和穷人 这两个词一直出现 一直在谈到 关于这两种人的一些事情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 他没有给我们一个定义 没有告诉我们说 什么样的人算是富人 什么样的人算是贫穷的人 不过呢 在 真言里面 在真言整个这一本书里面 其实他也没有说 他也没有说 什么样的人 算是富有的人 什么样的人算是贫穷的人 但是他一直在出的 出现的 而且是在很多的地方都出现的经文 是要怜悯贫穷的人 要怜悯贫穷的人 而且 我们再看啊 我们看 所以我们去翻整个的圣经 我们去翻整本的圣经 有没有定义 什么是富有 什么是贫穷呢 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 但是 但是经常出现的是 尤其是在旧约圣经 这个新约圣经里也有出现 说要照顾孤儿寡妇和寄居者 我列了一些经文 我列了一些经文在这边 不是全部的经文 为什么 OK 不是全部的经文 给大家一点参考 给大家一点参考 这边都是旧约的经文 它里面都是提到说 要照顾孤儿寡妇和寄居的人 在古代的那个时候 和我们现在不一样 那个时候的孤儿寡妇 是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人 因为那个时候只有 成年的男性 可以出去做工 可以挣钱 所以当爸爸和丈夫不在了的时候呢 孤儿和寡妇就没有工作的机会了 那么还有一种人呢 是寄居的人 因为寄居的人呢 在以色列人当中 他们是没有办法分到田产的 所以他们也是属于 比较弱势的群体 是在社会中有不利的位置 所以从这边呢 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圣经里面所说的 穷乏的人 他其实是缺乏生存的一些必需品 他缺乏生活的必需品 他就是我们 这两年经常听到的 Essentials 他们不够 他们不够 那么从这边 我们也可以推出来说 什么是富足的人呢 什么是富足的人呢 就是拥有的已经 至少 至少足 至少就是已经有了 你所需要的 甚至很多的时候是超过 甚至很多的时候是超过了 OK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抱歉 刚才很多人都没有举手说 你不想做富足的人 当你有的已经 已经 你需要的你已经都有了 sorry 按照圣经 大概的意思 其实你就是算是一个富足的人了 好吗 可以 所以和我们心目中的想的不太一样 和我们心目中想的不太一样 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富人是那些 大富大贵的 很怎样怎样的 很有身份地位的人 不一定 不一定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 我们看 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做一个富足的人 很容易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 那么贫富和善恶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贫富和善恶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们看到 这一次我还是蓝色的 还是讲比较贫穷的人的 关于贫穷的人 那么 红色的是关于富足的人 我们看到 我们来看他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他们做什么事情 结果我们发现在这些不太好的方面 有蓝色也有红色 不太好的有蓝色也有红色 你看第三节 穷人也会欺压贫民 那么十九和二十二节就是在讲说 因为不正当的手段 以至于自己受穷 而六和十一节是告诉我们说 有一些富足的人他不太好 他不太好 那么有没有好的呢 有啊 当然有 你看这些就是好的例子嘛 穷法人可以行为纯正的 贫穷的人可以是聪明的 那么如果是按照正规的方式 如果自食其力 好好努力的话 是可以得宝石的 可以得丰裕的 依靠上帝是可以得丰裕的 所以好不好 好 好 所以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 其实在贫富和善恶的中间 其实是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实是没有必然的联系 没有必然的联系 那讲到这里 弟兄姐妹可能会说 传到你今天 讲了一大堆废话 好 讲了一大堆废话 嗯 关键 好 现在下面是关键了 下面是关键 关键是在于说 关于贫富 关于财物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它也是真言二十八章 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其实可以从这边得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这边得到什么呢 也就是说 我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讲的那两种很传统 很经典的观念 其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其实它都不是很对 都不是很对 什么意思呢 其实物质上的丰富 是上帝的祝福 物质上的丰富 是上帝的祝福 所以我们当中 你所拥有的 如果你超过 你真正所需要的生活 所需要的话 大家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大家真的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这个是上帝的祝福 我记得 我认识一位从中国来的弟兄 他大概三十多岁 他就跟我们讲说 他以前 他出生是很一般的家庭 那么后来大学毕业之后 他就去进入 就是无意中进入珠宝行业吧 后面他就帮别人打了一阵子工之后 他就自己出来开店 最后他做到很成功 他大概开了三间还是四间店 在北京 可是呢 他在教会里面 他一直很自卑 他一直很自卑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有钱人都是不属灵的 所以他不敢开他那一辆 很漂亮的车去教会 他怕弟兄姐妹看不起他 今天我想在这边告诉大家 物质上的丰富是上帝的祝福 如果我们是用合理的 我们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能力 来得到的 是好的 但是第二个 第二个 上帝的祝福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丰富 上帝的祝福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丰富 在刚才我举的那些艺人的方面 往往他的结果是说会得福 往往说是得福 得福不一定就是物质上的丰富 那么也就是说贫穷不一定是作恶的结果 而贫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议题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上帝当然喜悦我们生活富足 上帝所造的这么美好的这么丰富的一个世界 他当然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享受他所 他所创造的这整个的世界 享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 不过贫穷和富足 绝对不是一个人自身行为的绝对的结果 怎么说呢 行善和作恶并不能直接的导致一个人是富足还是贫穷 因为他还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 他受到国际的形式的影响 他也受到我们的主流文化啦 或者甚至小到家庭的组成出身 都会影响决定一个人的经济状况 比如说很快的举两个例子 很快的举两个例子 这个是我在 那个 我在一个宣教日影上对看到的 今年的宣教日影上看到的 就是在呼吁大家为印度的北方邦来祷告 他是全球人口最多的省份 那么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贫困的人群 所以说他们这些人出生下来 出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出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么还有一个机构 这是只是举两个很简单的例子 还有一个机构是福音机构 他就有特别的在针对东南亚的 做儿童福育施工 因为他看到东南亚有一些国家 有一些山区的孩子 真的是非常的贫困 非常的贫困 那么同时呢 我们看到这些 这些都是我们有一个俗语 说是含着金汤石出生的人 含着金汤石出生的人 右边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右边这位帅哥 他怀里的这两个小公主 那就是含着金汤石出生的人嘛 所以OK 我用这些例子是想跟大家讲说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地决定我的经济状况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出生在哪里 谁来做我的父母 我的成长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么对于我们生活在新加坡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 其实我们都是在 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非常极端的两种情况 中间的情况 而且新加坡的社会呢 有健全的法律 也有很好的执法 我们是可以很努力地工作的 很努力地工作或者做明智的投资 基本上 基本上是可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所以呢 我们当中 新加坡的富足的人口比例是蛮高的 新加坡富足的人口的比例是蛮高的 那么我们真的应该为着 我们这样的生活环境 为着我们有这样的社会来感恩 那么现在真的是来到今天的重点 今天信息的重点了 那么在善和恶中间 在贫和负中间 我们看到说贫负不完全是自己的选择 那么和我们自身的努力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但是不完全取决于我自己 那么善恶呢 善恶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善恶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所以在善和恶中间 我放这边第四点 就是贫富不完全取决于我们 那么我们在善恶之间 我们要选择行善 我们要选择行善 因为圣经并没有说 富人和穷人哪一个更好 哪一个不好 但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做义人 不要去做恶人 不论我们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 上帝要我们在本分的范围之内行善 而不是作恶 所以这一点 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 应该是很清楚 那么关键的 我们从真言二十八章 其实我们可以得出 我是总结了有三个重点了 所以现在大家认真来听 那么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知道说 真言书的主张 它其实就是 左边这些 就是要我们在敬畏上帝的基础上 追求智慧 来做一个义人 来做一个义人 来行善 左边的这一些 我现在要强调一点 要强调一点 我们要做一个义人 我们要行善 这是上帝的心意 但是他不是认识上帝 不是我们进来教会的条件 它不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条件 恰恰相反 恰恰相反 其实只有认识了上帝 我们才有可能脱离右边的 右边的这一些恶行 我们才有可能活出那个美善的生命 而且呢 进来教会 有了教会的群体生活 也会对这个改变有很大的帮助 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再来看 现在屏幕上的这一个图表 我们会发现 它的对比是非常的鲜明的 是非常的鲜明的 非黑即白 不是善就是恶 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我们其实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些的挣扎 因为至少我有 至少我有 什么意思呢 什么挣扎 就是其实我们 不是完全能够做到 真言里面所说的 这么绝对的善 绝对的摆 是吗 真言是给我们生活的指引 它里面的教训呢 就是用这种黑白分明的 这种短句来表达出来的 这种的表达的方式 非常的醒目 非常的直接 是很容易理解和记的 所以很多的家长 会让孩子小的时候 就背真言 把它背起来 那么这一本书 是为了塑造我们的品格 让我们知道 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因为有正确的思想 才能够有正确的行动 它帮助我们走在正路上 但是 但是听好 它不代表真实生活的全部 它不代表真实生活的全部 在真实的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都是成年人 我们都知道 很多的情况 不是黑白分明的 不是非善即恶的 我们其实常常在哪里 就是我觉得刚才 Desmond所选的 他不选A也不选B 他选中间的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在 in between 我们在中间 我们应该是 我们应该是离 左边会近 我们应该是偏向左边的 但是 但是 在一些的时候 尤其是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之下 我们每个人 可能会有右边的这些念头出现 甚至我们有的时候 挣扎来挣扎去 可能会做右边的事情 可能 我说可能 因为 我们人是很多面的 我们不是机器 我们不是机器 我们不是电脑 我们不是说 上帝给我们program好了 我们照做就好了 我们会有挣扎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比如说 我们有的时候 会遮掩自己的过错 我们不想认错 因为很没面子 我们有的时候 也是想给予发财 为什么那么多人受骗 为什么那么多人被诈骗电话 骗了几万几十万 因为我们 它有诱惑力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 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 我自己的还不够 我自己的 是 我是比一些人好 但是还有比我更好的人 我还想像更好的人 更富有的人那样子 所以 我真的没有 没有多余的去照顾穷人 有没有 我们会这样的 我们会这样的 OK 怎么办啊 怎么办 怎么办 好像是老生常谈了 好像是老生常谈了 其实这正是我们 为什么要读真言书的原因 真言书不是给我们 规条 然后把我们 框得很死 然后说我必须要这样 我做不到的话 上帝就会惩罚我 不是 不是 大家听好 真言书不是让我们 整天担惊受怕 觉得我做不到 我就是一个恶人 然后我就 我就是死路一条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我们回到28章的前面几节 如果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我在前面所有讲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怎么讲到 前面的几节 它前面的几节 其实是整个28章的基础 我们看到说 他一直提到说 遵守律法 要遵守律法 谨守律法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 上帝的律法 上帝的话语 我们手里面的这一本圣经 他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 他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决定 怎么选择 所以 要 我们要去读上帝的话 我们真的 真的要看重他 要 take it seriously 要很认真的 这样子 当我们在面临选择 当我们价值观 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应该优先考虑的是哪几样 我们至少知道 哪一个是对的 哪一个是错的 那么 同时呢 同时还有一节 我们更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只有他的恩典和能力 才能够更新我们 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 当我们在刚才那个图表 左边和右边挣扎的时候 摇摆的时候 我们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寻求他 什么叫寻求耶和华 我们去把我们的挣扎告诉他 我们不是独自一个人的 我们走这一条异路 是有上帝陪伴的 我们有上帝的同在 而且我们走这一条路 是有主耶稣陪在我们的身边的 他也经过挣扎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所以我们可能会经常的失败 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 但是只要愿意行在这条正路上 我们愿意被上帝改变和更新 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过失 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长进 一定会越来越容易的 可以做出好的选择 可以做出好的选择 那么还有最后一点 还有最后的一点 是 不懂为什么 今天他很不合作 OK 所以 第二点 第二点是 我们要依照圣经的指引 靠主的恩典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 第三点我们也是要回到这个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里面也真的是出现很多的 关于负穷 富足人和贫穷人的 这个讲 关于这两种人的一些评论 一些 一些教训 他其实总结起来 他主要是在想说 富足的人要照顾有需要的人 富足的人要照顾有需要的人 刚才我们有说 其实贫富不完全取决于我 贫穷和富足也不完全 就等于是上帝的祝福还是咒诅 但是 对于富足有余的人 上帝有特别的期许 上帝有特别的期许 他有一个特别的关切 二十八章有一个特别的关切 就是要怜悯 要看顾穷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 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贫困的人 为什么 最后我发现 上帝没有要在这个世界完全地消除贫穷 让每一个人拥有一样的财富 就好像 就好像上帝所造的人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面孔 身材 性格 脾气都不一样 如果我们完全都一样 那会是一个多么没有意思的一个世界 上帝没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同样的财富 但是上帝要这个社会有公益 上帝要这个社会有公益 所以上帝对不同的人会有一点不同的期许 讲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好好去读旧约里面的先知书 我们会发现 先知的责备 其实总的来说有两种 一个就是 以色列民没有真心地敬拜上帝 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没有去看顾孤儿寡妇和寄居的 没有社会公益 其实来来去去 基本上先知讲的就是这两类的问题 一个是没有敬拜上帝 一个就是没有照顾有需要的人 没有社会公益 那么 可能大家要问 可能大家要问 因为我的小组在讲到这些贫穷和财富 这些话题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那什么是 我到底有多少才够 我到底有多少才够 什么是我生活的必须的呢 可能对有的人来说必须要有车 对另外一个人来说 他说不一定啊 不一定我骑脚车就好了 我搭public transport就好了 所以答案是 其实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他也和我们所处的环境 和我们的社会有关系 所以说我们生活在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发达的国家 我们没有必要 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 用 我说我要照一个发展中国家的 一个生活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 真的是没有必要 那么时代也不同 时代也不同 我记得我以前遇到过一个年长的牧师 他就讲说 他很不理解他的女儿 他说我以前 我们一家八口人住在一个四房式的组屋 我们觉得很幸福了 为什么现在我和太太和女儿 同住一段时间 好像他们很不舒服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 其实没有一个标准 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 但是有没有原则 有 有没有原则 有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 如果我所拥有的 已经超过了我的需要 那么我是一个富足的人 可是我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我们怎么决定 我 到底basic的东西 是我应该让孩子补习吗 还是不应该 这些 这些我们怎么决定 我还要回到 我还要回到第二点 我们要依照圣经的指引 要靠主的恩典 要靠主的恩典 什么意思呢 我们 在新加坡 我们有一个特点 我们怕输 我们总是在和周围的人比较 和周围的人比较 让我们一直产生一个不满足的感觉 我们会焦虑 我们会迷失方向 我们会心里面不安 在这样的比较当中 我们往往会想要更多 我们会忘了自己所拥有的 我们会一直盯着自己没有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盯着自己的问题 会很纠结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我们必须经常要停下来 想一想我的焦虑来自哪里 想一想说 真的吗 我的孩子真的需要补这么多吗 还是我可以在家里多陪他一些时间 我们想一想 真的吗 真的我必须 必须要住一个很大的屋子吗 还是其实小一点 其实是OK的 我们当我们 我是说当我们有挣扎 当我们觉得心里面很不安宁的时候 其实就是 就表示我们需要停下来 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还有一个 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我们求上帝 让我们看到说 帮助我们 让我们把注意力 从自己的问题 转向别人的需要 转向身边有需要的人 上帝给我们富足 不是为了让我们享受 是让我们可以分享出去 是让我们可以分享出去 以至于 以至于 所拥有的 已经超过我们需要的 这样的人 和还真的是很贫乏 很不足的人 都可以拥有丰盛的生命 都可以拥有丰盛的生命 就是我们教会所说的那三样 活得对 活得好 活得乐 当我们愿意慷慨地给予出去的时候 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对的 本身就是对的 而当我们可以转向别人的需要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打开 我们的能力 我们可以stretch出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喜乐 而这也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 来得到他所需要的喜乐 他所需要的生活的 生活的好的那个条件 最后我讲一个非常小的故事 最后我讲一个很小的故事 我记得有一次是在一次救助应该是越南还是哪里的水灾的一个捐助活动当中 那么我们我相信应该大家和我一样 就是我们每年大概到了年尾的时候 我们小孩也长大了 我们就会轻一批不要的衣服 就留在那边 然后就会可以捐献出去 所以有一对母女 她们就在要找一些衣物可以捐赠出去 所以妈妈就把她穿旧的 一些全家人穿旧的衣服 用不到的东西就拿出来收好了 都是干干净净的 那么女儿呢 女儿就拿出了 女儿就拿给妈妈她最心爱的她的绒毛玩具 Teddy Bear 妈妈就很奇怪 妈妈说 这个不是你最喜欢的 你每天晚上都要抱着睡觉的吗 你怎么舍得给出去 你怎么舍得给出去 那个小姑娘很天真 她说 妈妈就是因为我最喜欢她 我才要把她送给有需要的小朋友 上帝不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爱人如己吗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来思考财富 来思考贫穷和富足 也让我们借着这样的机会 来思考我现在站在哪里 你要我们做什么 主要恳求你 恳求你带领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 凡事都可以走在你的心意当中 当我们不能的时候 求主帮助怜悯 让我们可以一直的长进 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圣主耶稣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刀